晚間的最新消息要帶你來關心 是嘉義的地檢署破獲了地下匯兌案件 查扣的金額高達2億4千多萬元 好 那麼來看到呢 就是千元大鈔一捆一捆的放在桌上 調查局的人員進行了清點 45歲的吳姓男子跟他的太太看準了 台灣跟中國貨幣的往來需求 沒有經過核准呢 就私下進行地下匯兌 每這個兌換人民幣100萬元 就收取2000塊錢台幣的手續費用 非法兌換呢 那麼嘉義地檢署接護了線報 在14號上午到兩人為在台北市的辦公室 跟嘉義縣嘉義的住處來搜索 發現這名太太她的這個嘉義縣的老家 就像是一個掃金庫一樣 把床墊當作掩護放置了十多個手提袋 當場呢查扣了2億4千萬元的現金 夫婦兩個人涉嫌違反了銀行法 檢察官向嘉義地方法院來申請擠壓警戒 這次焦底帶來關心過去呢 高雄市長韓國瑜他的所到之處 常常都會有他的護衛隊來貼身保護他 在晚上的時候呢 韓市長參加了一鳴節的普渡活動 但是明明這是一個公開的市政行程 卻出現了大批的護衛隊堵住了車道 還阻擋記者拍攝 後來呢新聞局局中協調 護衛隊才肯移到兩邊開出一條道路 說到韓國瑜我們就要來看到 之前呢他被發現很晚才出門 上班已經過了中午了 想不到呢他就驚爆說 他的車輛被裝了追蹤器 又再度引發了話題 最後綠營的議員抨擊韓國瑜說 他在自導自演 更說他有被害妄想劍 因此呢除了主動幫 還是想來報警之外 也指導市府的保管單位 要求他們一定要查清楚 由於說這個裝飾的追蹤器 屬於妨害秘密罪 檢方強調 除了當事人自己來主動提告 否則根本是白忙一場 至於說韓國瑜的態度如何呢 就開始看到呢 這市府發出了聲明稿 但是裡面 卻只字不提 到底要不要提告 反而呢 說是要對這個之前 闖進去市長市的前朝攝影官 提出加重切到罪 還有防害秘密罪 讓外界看得是物理砍花 好 最後來看到 是美國在台協會的處長林杰呢 南下高雄 並且會見了韓國瑜 那麼在座的還有國健顧問團的前面 蘇琪還有廖達吉 好 但是呢 韓市長的穿著被網友大酸 說穿得太隨便了 好 回顧一下 在三月份的時候 他訪問香港 見香港中聯辦主任的照片 也被棋底翻出來 當時好像穿得相當的正式 最後網友批評 韓國瑜接見外賓的反差 未免得太大 接著來看到 這是韓國瑜的夫人李扎芬 之前走訪了永康商圈 但是跟商圈的李市長 李慶龍兩個人 手牽緊緊的 甚至食指緊扣 頭號挺寒的菜農 林扎芬看不過去 就跳出來還原了 他說是他叫李慶龍 牽著李扎芬的 要民進黨的側翼 不要抹黑雲林女兒 李扎芬也親自回應了說 當時人真的很多 像是在逃命一樣 食指緊扣又算什麼呢 再來關心新北市的一名女逸交 在上個月17號的下午6點鐘 在板橋中下路一段跟明泉路 執行交通疏導的時候 竟然遭到了一名騎士來亮刀 女逸交就說 當天看到兩輛的雙載機車 都沒有戴安全帽 加上又因為停在右轉車道上面 因此上前對她們來進行勸導 沒有想到其中 一名男子突然拿出了刀來對她 這個恫嚇 事後女逸交馬上報警處理了 警方也在案發地點攔查了四個人 除了在她們的車上找到了刀之外 還有信號彈 而遲到的這名零星男子 也被警方依照恐嚇跟社會秩序維護法 來移送法辦 社會照點好來關心 這是長髮公主的故事 竟然在台灣堅實上演了 台灣原名少女被媽媽還有繼父 囚禁在住家的二樓 長達三年時間 直到她說她又利用這個 垂吊的這個吊欄 把零食給賣給其他的鄰居的小朋友 賺了一點錢之後 再買到了一部的這個二手的手機 再利用網路 用同學軟體跟其他人來求救 才揭露了這起時間 好 最後來看到這起少女被囚禁的案件 引起了社會嘩然 但是她們也有話要說 我們再來看到 因為少女的阿公就透露說 因為少女的交往關係很複雜 甚至之前還曾經未婚懷孕過 父母親考量到她 年紀還少未成年 為了保護小朋友才會出此下策 她的繼父也出來喊冤 說自己根本沒有去虐待小孩 甚至還會載著小孩上下學 帶全家人出去玩 並且還向少女來溫馨喊話 說家裡是她的避風港 希望一家人可以平安團圓 另外來看到在找房子的過程當中 竟然在看房的時候遭到房仲來偷拍 這麼離譜的事情就發生在台北市 這名張信女子指控 上個禮拜在朋友的陪同之下去看房子 都是有一名仲介來帶看的 過程當中卻被家人發現 這個房仲偷拍她跟朋友的照片 部位敏感是胸部已撒到大腿 當時房仲解釋是要傳給屋主證明有待看 強調已經刪除了照片 但是女子覺得無法接受 香港的連農場發生的攻擊事件 是在將軍澳這邊20號的凌晨 兩女一男在行人隧道裡面整理 連農場的時候遭人用菜刀來砍傷了 其中遭殃的黃信前信報記者 除了手跟背還有肺部被砍傷肋骨甚至斷了 醫護人就說這個鬆手鬆殘的作風很像是黑社會 據傳的嫌犯已經被逮捕 回顧一下在8月11號的時候 香港抗議活動當中 一名救護員女子一次被警方禁駐禮給射爆眼球 但是沒有想到中國的官方媒體環球時報 在臨晨發文說有四大謎團 說連日來得到了不少的證據 特別是女子不肯報警這件事情 更爆料她是一傳媒創辦人 黎智英的得力助手 還說光是背景就很不尋常 帶你們來看 再來看到台灣之光 年僅10歲的小朋友伍比 參加了在美國華盛頓舉辦的寶可夢國際錦標賽 成功擊退了全球50個國家的選手 拿下了兒童組的冠軍 在比賽當中更是全程披著中華民國的國旗來應戰 讓世界可以看見台灣 晚上的時候回到台灣 有大批的親友還有粉絲熱情階級 演藝圈教練帶人來看到 這是藝人艾莎 在2月份的時候簽字離婚之後 積極來轉行做Youtuber 談到新對象還曖昧的笑了 說了目前沒有新進展 坦然面對自己的婚變 另外談到同樣是嫁到台灣的好姐妹 麻衣的情況好像比較慘淡一點 因為現在傳出她把孩子帶到日本獨自撫養了 甚至傳出老公王全人沒有幫忙出贍養費 讓她難過到崩潰大哭 好 針對這樣的傳聞 來聽聽看艾莎怎麼說 演藝圈話題還有來看到 這是阿翔跟謝忻爆出了不倫戀之後 紛紛退出了主持綜藝大集合 但是時間過去兩個月了阿翔卻自行回歸 還宣布付出了驗證了外界的氣心寶祥說法 阿翔的太太也在臉書發文說會努力讓自己變得更好 那麼這件事情的女主角謝忻也開始有了動作了 像原本這個現在週六的活動提早到了禮拜三 也稍早在臉書為自己來加油打氣 說找尋人生方向目前很彷徨 好 現在因為受到這個陸客不來的衝擊 觀光夜市大受影響了 眼看夏天的尾巴就快要到了 要刺激一下觀光產業 那麼澎湖縣政府在19號的傍晚 舉辦了一場別開聖面的比基尼派對 還請來了多組的啦啦隊表演 現場要選出沙灘男孩還有比基尼女孩 好 最近連日來的豪雨破壞力真的很驚人 南投線去出現了土石流 還有一輛的休旅車被困住了 所幸經過了搶救人是順利脫困了 在墾丁的南灣也出現了三米寬的泥流 機場局就提醒說這幾天 中南部位在大地壓帶的環境 對樓的發展很旺盛跟帶來了豐沛的水氣 尤其是屏東的民眾真的要特別留意一下 預估這個油量上看200毫米 香夜美食要來看到 這是高雄的一家手作燒餃子 不只價格很實在 而且口味很多 像是打拋豬還有玉米起司都有 這裡的烏龍麵更是一絕 好 今天的美食還要來看到這家日式牛排 真的很不一樣想要吃什麼部位呢 想要吃多少克你可以自己選擇 主廚最推薦的是限量的日本國產沙朗牛 油花分布很均勻 同時可以吃到像和牛一般的軟嫩口感 又帶有嚼勁 好 那麼牛排搭配的不是鐵板麵 而是新鮮米 中西合併性不少的排隊員潮 肉脂是不少人喜歡吃的零食 薄薄脆脆的吃起來很順脆 好 我們來看到這一家工廠 那老闆是最早做出超薄肉脂的推手 當年他從杏仁薄片餅乾找來的靈感 不斷的長期之後 研發出厚度只有0.01公分的肉脂 光憑這一點這商品呢 就拿下了百貨選品通路的消秀冠軍 每一年可以賣出兩萬八千包 老闆還研發出了這個是魚做成的肉脂 還有低醣肉乾等產品 只靠著迪化街一家小小的店面 每一年的營業額突破五千萬元 高手市長韓國瑜的夫人李扎芬 向了廣播節目來擔任嘉賓 沒有想到先生韓國瑜突然call in進來 讓李扎芬又驚又喜 談到韓國瑜指控是國家機器在監控他們的生活 李扎芬也忍無可忍痛疲 這是一場超家滅族式的選戰 一家人的生活仿佛在透明魚缸裡面 一言一行都被攤在陽光底下 來關心香港的反送中持續抗爭 那麼台灣各地也陸續出現了所謂的聯農牆 那麼看到新竹市東門前的地下道 就貼滿了便利貼 連市長林志堅都承諾正面牆會好好的保存 但是要看到在台中這邊的地下道 卻因為沒有事先先請的關係 是否表示要依法開罰或是直接拆掉 而引發了民眾的反彈了 後來才改口說會尊重民意 我們來看到台中市10個行政區 從白天開始10點開始停水23個小時到46個小時不等 為的是要配合台中市政府要進行換管等工程 但是沒有想到在台灣大道跟大墩路口 明明就沒有下雨但是淹大水了 懷疑是因為管線老舟的關係水管破了 水才會不斷地從地面下冒出來 但是一邊在儲水一邊在淹水 民眾直呼真的很離譜 大家來關心一下全台各地的天氣資訊 感謝您今晚的加入 我是宇晨璇 晚安 我們再會了 無聊 拔心